一勾 來勾姿 都很重要喔 舊耳的關鍵 很多釣客說要選擇黃雞跟黑毛 兩個通用的勾姿 然後其實我跟各位選了三種 其實現在還蠻通用的 那我們從這開始好了 奧拿的 沖阿密基努 那這個好處是因為它有背刺 它有背刺 所以人家勾住的時候 它比較不容易掉 比較不容易掉 然後如果喜歡綁很多門的觀眾朋友 其實可以用這個 甘麻卡子得用 它一盒裡面有55門 55門 那一般因為藍衣蝦的大小來講 其實選擇的話 我們一般選擇基努6號到7號左右 到7號左右 那還有甘麻卡子這個也 這個也不錯用 尾長的5號、6號 為什麼我很喜歡用尾長的勾子 因為尾長的勾子 它勾餅比較長一點點 黃雞的時候很貪吃啊 你要解勾 不好解勾 所以其實用長餅的其實也不錯 其實這三種都還蠻通用的 都還蠻通用的 OK 好 所以這三種在魚座都有 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好 好 你前面都已經講完對不對 那 我有很多Q&A 我要問 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 南極蝦怎麼勾 很多人喔 買完南極蝦 哇 勾了三四尾啊 七八尾啊 勾的頭爛爛的 嘴爛爛的啊 那個下去整個南極蝦就不見了 有什麼好的東西可以推薦的嗎 正常來講呢 我們的 南極蝦 你要先用海水讓它退冰 退冰完之後 你要用一個盒子 放在你的冰箱裡面 對 不要再讓它外面曝曬太陽 或者是噴海水 為什麼 因為它會乾掉 因為它是冷凍的東西 它的火 它的Q性會慢慢的減少 太陽一照 它就像有掉基調 它變乾的 變乾的你就沒有辦法去做動 那因為基調跟傳調又不一樣 我們傳調的籤比較重 你剛剛倒掉 你看我們籤都這麼重 對啊 一斤一斤半兩斤 你快速下沉的時候 其實蝦子很容易就掉了 對啊 那很多的客人說 那我現在 我好不容易下去到那裡了 可是我根本就沒有人 怎麼辦 所以第一個蝦子的保存 第二個蝦子的勾法 那我們現在簡單的示範一下 怎麼樣去勾南極蝦 我剛剛發現一個 超好的用 大家都會講什麼 這蝦子很難那個 來了 各位 魚拓有賣這一個 不動意 不動意 加工已經加工好了 對 各位看一下 哇很漂亮 它就是一盒一盒 一盒 你可以把它分開 如果你只要用半盒 你就拿半盒出來 然後其他半盒放在裡面 這一盒是一百塊 對 一百塊你可以掉整天的 我覺得這個量 應該有四五十隻應該有 絕對有超過 你看每一隻它都有挑過 你看 哇水水水 那我們剛剛說南極蝦的勾法 南極蝦的勾法 秘訣大公開 零蝦 我們就叫零蝦 因為它其實它很脆弱 它其實它很脆弱 那其實我們要勾的時候 你用指甲也可以 日本人很假的 就是做一個剪刀把它剪掉 那正常來講 我們從尾部剪掉的時候 正常來講我們勾 從屁股去 從後面勾進來 勾過去 我們現在示範不同的光滑 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有人認為說 那我下去牽這麼快的時候 我是不是很容易掉 那我要勾兩隻的時候怎麼勾 對 勾兩隻 來 因為它這是光滑面 它的 腳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你可以再掛一隻 好 各位看一下 技巧來了 從 肚子這邊進去 是不是 對 讓它兩個 放在一起 全部就變光滑面 下去就比較不會有水準 比較不會掉 你看各位 來囉 比較不會掉 比較不會掉 而且很漂亮 那這個也要剪嗎 不用 這個就不用 那其實 其實如果 假白一點的 勾三隻其實也可以 其實也可以 讓它更不要掉 對 其實三隻也可以 反正就是光滑面都在兩側 你的勾子上面 只要有耳 其實是很貪刺的東西 只要看到 像是可以確實的把你的 把你的 鋁鉤藏起來 一隻 兩隻 三隻 絕對受不了 哇 而且這個 哇這都很大隻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它是用 天然的東西來醃製它 一般就是有乾油 有一些急魚 就在裡面 所以你稍微曬點太陽 或是到下午的時候 它也可以保持這樣子 它還是可以保持這樣子 就是說要用的再拿出來 不用 它可以分成兩盒 你可以分成兩盒 那一次賣兩盒 它一次就是這樣 一盒裝 裡面有兩個小包裝 那其實我也可以 我可以把它掐成一半 我先拿一半 出來用就可以了 等到下午的時候 或者是用完的時候 就把它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南極箱 南極箱 南極箱 漂亮喔 OK OK 這樣就OK了嗎 這樣一定大搖的 大搖喔 OK 不搖的話打家瑋 好好好 謝謝 現在後繼就是 這個秘技大公開 剛剛有人認為說 那個不動液呢 一盒一百塊 對 大搖的話 我可能要準備三四盒 那我是耳料要花很多錢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可以到釣具行啊 其實所有釣具行 這叫不動液 它就是把它真空包 那其實裡面呢 你們可以在家裡先架工 或者是說像我比較懶 我也沒有架工 它是真空包 對 那你可以去買 像玩久也有出這個 專門在醃南極蝦的 它除了有防止南極蝦變色 對 然後還有一些急淤劑 那台灣呢 也有人做 元氣滴 這個在台灣也賣很久了 它就是防止南極蝦變色 但它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變顏色 而且不會 它的水分流失掉 不會黑頭對不對 對 那其實很簡單 那在拿剪刀 你要出門之前 或者是你要叫之前 拿剪刀把它 不要全部把它剪掉 你把它剪一小格就可以了 那它這包裝 它其實它有介紹 好 我先把它倒進去 那你把它倒進去 把這倒進去 倒在裡面 好 然後你們可以去一個 一包倒個 三分之一 一包其實倒個三分之一 像這個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一罐可以用三次 對對 一罐可以用三次 然後其實台灣也有做 然後玩久也有做 OK 這就是讓你們醃漆 這兩個都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 台灣跟日本對不對 用心就會掉比較多 那你勾的每一隻應該都是 隨時拿起來就可以勾了 OK 所以可以在家裡先驗一隻 那如果像這個 150塊 再加這一個 再加玩久這一罐 玩久這一罐是 220 這220 220這裡是可以用三次 所以你看它 它有標 它有標三次 這可以用到四次 所以四次的話 一次它有50塊左右 50塊再加一個150 然後200塊左右 其實你就可以釣一整天了 喔 了解 就OK了 所以這個每隻都很漂亮 旁邊邊角角 當然我們會把它剪掉當幼兒 把它當幼兒 那中間漂亮的部分就可以用 這是一個 前一天如果要去釣 先來魚拓買 買完之後先 煙起來 放 放冷藏 把它冷藏 然後到釣場的時候就可以釣了 OK 讚讚讚 方便 小秘訣 小秘訣 OK 來 各位那個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問題想問 但是呢 今天有幾個特別重要的 那剛剛已經講到那個 南極蝦怎麼勾啊 怎麼做 但是一定會有人說 啊我想要加粉耳 可不可以 可以對不對 好我們介紹 就是 日本的跟台灣的 兩種不同的 因為你的 你的南極蝦加右耳粉的時候 它的擴散性一定會比較強一點 對 會比較強一點 那基本上我們 不會用到 鵝鵝的 鵝鵝 因為鵝鵝太重了 鵝鵝太重了 那其實 像計較的人都知道這個 V9 V9 或者是VSP 這味道也非常強烈 味道也非常強烈 只要是 我個人認為是 其實只要是 只要是有粉 它的擴散性會 特別的好 特別的好 鵝鵝效果咧 對 鵝鵝效果一定會比較好一點點 真的喔 一定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 這是玩久的部分 台灣也有啊 台灣的 台灣的其實 其實台灣的也有很多 譬如說像這個 年巴達的外交勇士啊 一包150塊 他紅色的 他有紅色的 然後也有白色的 也有白色的 也有白色的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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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包括像南台灣 現在是有特價的 3公斤 100塊 3公斤 3公斤 用一天就夠 3公斤 用一天就沒問題 100塊 100塊 那可以加在你的 南底蝦裡面 讓它效果會更好一點點 了解 它的擴散性會更好一點點 OK OK 好 其他就還好嗎 我覺得盡量 盡量不要用 不要用高比重的 不要用高比重 高比重太重了 太重了 散不出來 了解 好 如果說 不懂 或是有任何問題 其實都可以來於託問 OK 交給你們啦 拜拜